理 wit,Slyn亞蘭 大家好,我叫Sguy Partner 然後我講一下,我剛剛聽到老師說的 我跟老師講的真的是 就是人對自己最大的慈悲 就是自己先 habit 自己不 ag 然後老師所愛所想要做的事情 那真的是就是老師說的德之天信惠之德 那我自己的話 我的背景我是台中出生長大的 然後榮皇高雄畢業 然後後來在黃北念建築 建築系 所以我在念建築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也是一個算學生吧 就是建築系它是一個比較競爭的環境 我做比較好的 它是一個比較競爭的環境 然後老師那時候 我們系上的老師分成幾個不同的派遣 有些老師是希望我們追求國際架式 就像我們現在那個土地牆市長這樣 然後就是所有的建築物這樣很大 然後他讀文化園區 然後一還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會有這種大型開發追求的老師 然後也有很重視 所謂城鄉發展的老師 那我那時候就是給大型開發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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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中我把大學生活的時光 給浪費掉了 然後後來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蓋這麼多忙 不只能拆了然後有蓋 然後我就關在設計師事務所裡面 然後關那些建築所 所以說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我會有一個 一個名稱是建築設計師 這樣子的名稱 但是我會覺得我好空翻 而且我自己懂的東西好少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 然後我後來參與 我離開建築事務所 然後就參與了寶藏園 然後台北一個藝術村 對 老師你的境界只要在打 而如果我這樣看你 我就覺得心虛 不然這樣很好 講到 我像你欠傻的飛帥一樣 那講到那個民心見性的境界的話 我們大概很多事情都要暫停了 然後在裡面的話 我在那個寶藏園 藝術村我是做一些建築 就是他的舊建築的整修 然後再利用 然後配合奧爾斯那邊 他們會有一個藝術家的做出計畫 那其實我自己 我在裡面做這些烏色的整修 工作時間很長 可能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一二點都有可能 比如說 我女娃拉到晚上九點到十二個小時差不多 對 然後 然後 可是我其實心裡面很羨慕 很羨慕那些 就是在裡面做藝術創作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們看起來都超快樂的 然後每個人都就是調皮搗蛋的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 當我做了三年這樣的工作以後 我就開始 就要看我決定我自己要當一個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那是要我追求自己生命快樂的方式 還有就是 它是一個有創造的 就是說很多事情 真的都是你的當相 那你可以合過頭來由自我去 去 因為其實其實說實在的 藝術 做藝術創作 如果你沒有辦法合過頭來 從自己內在找東西的話 那 那會沒有辦法做出 就是一個有靈活的東西 大家大概形容一下是不是這樣 這裡不是華山路線 我其實比較喜歡那個 對對 我們就是好 然後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想要從這裡 因為這樣子講起來 因為其實是真的 就是說我可以感覺到 我們的都市景觀的改變 會因為我們的教育 比如說好 我是建築系畢業的 我就必須要有案子 就是我只要乖乖的做我的事情 我是一個好人 然後我也是對狗好 對媽媽好 對爸爸好之類的 我是一個好人 而且所以我是 我是好好做事 我是不是對同事好 還會乖乖的捐款之類的 假設我是一個好人 可能有捐款 沒有捐款有捐權這樣 然後 可是因為我是 我是同事的 所以我不得不當都市說要更新的時候 我就會期待那些案子 然後當台灣很多資訊科系畢業的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期待我們要有很多工業園區 我們要有我們要有租課 我們要有什麼課 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所持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就是就是一個 而且你甚至你不知道你的你的生命經濟 它會跟所有國家的產業發展策略發展之類的 這樣子的上位計畫 留在息息相關的 欸其實我們現在是講村里長嗎 我們不是不是說選更高的科 可是從更高的那個層級就是 就是從那些上位計畫 然後到下面 然後再會到最基層的村里結構 它就會產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環境跟都市 就是那大家的 我要形容這是一個惡的連結啦 就是我們社會的連結方法是一個惡的連結 是一種背離真理的連結方式 對 是背離真理的連結方式 可是它沒有想到今天會不會在這裡講到這個 就是太不可思議了 明明就是出來全民知道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又 在連結束之後我又去了花典 然後過自己比較喜歡生活生活方式 然後也看看朋友走過低限度生活方式 然後看到他們我追求出來那邊想到哪個人 只是後來你會發現 還是每個人就是追求自己的那個最大光芒的綻放力 那是一件最棒的事情 然後再形容一下我為什麼會出來選第一檔 318的時候我也有常 就是我後來在那邊待了一個多月 那 因為我想說今天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就講白了好了 就是說 你看這個 這個字還蠻單寫的嘛對不對 這個國家有愛的人來執守 然後說是民主小草 然後其實我自己是這樣告訴我自己啊 就是說 所以說戲嚴久了 戲假行政 嗯 我不知道 我們那個所謂的政黨的 其實都是 其實是那個 很 很 可以信賴的 但是我覺得 小草這種東西啊 它真的是需要 就是說 嗯 種草的就是它雜草的生命力特別的強 可是你不一定喜歡它啊 那 當你想要種出你想種的草的時候 一次要種最好是種一片 而且要好好的關心它 要再照顧它 然後 所以 所以說 我就 我也 我也會想好像 真的 台灣家社會會有夠 就是 真的有 能夠有一個能量一起出來 那 不過我是告訴我自己就是 一開始不管怎麼樣 戲假行政 有的時候 真的就是 就是 總是要有個開始嘛對不對 對啊 不過我也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就是如果等我發生 發生這個開始到後來 已經不是那個開始的時候 我也不會 就是 就是照著那個 那個路走下去了 對 所以這不會成為置業 對 置業 也許 也許 還在想 還在感覺 對 也許 也許會 因為 還是會有難關啊 就是你 你現在這個關 關你過去了之後會變 我們都知道 其實 4-5-0 我們裡面也有講 會轉變的 情境會轉變 每個當下都會有變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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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我決定出來選的原因之一 就是說我的個體 我的那個 我面對我的內在 就是說我主張台灣獨立 然後我主張每一個人都要獨立 對 就是每一個人獨立 然後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在這個時代的經驗下 社會成為的獨立長 然後可以講這句話的話 他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 對 他其實還有很多關於綠川明之類 還有我 我決定他選擇離不到假期是10天 然後還有很多關於這裡的 的一些想法 不過我們慢慢聊 我們先知道 OK好 好